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换档电磁阀地性能 卡死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变速器诊断故障代码DTC 通常适用于配备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克莱斯勒 福特 道奇 现代 奇亚 拉姆 雷克萨斯 丰田 马自达 本田 大众等制造的车辆 尽管通用 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 品牌 型号而异 和动力总成配置 大多数自动变速箱都包含许多换档螺线管 具体取决于内部档位的数量 与此相关的故障代码为D螺线管 其代码P0765、P0766、P0767、P0768和P0769是基于特定的故障而引起的 该故障会警告PCM设置代码并点亮检查引擎灯 如果您有过载或其他变速箱警告灯 则该指示灯也可能点亮 换档电磁阀电路的目的是使PCM监控换档电磁阀 以管理各种液压回路之间的流体运动 并在适当的时间更改变速箱的传动笔 此过程以最低的RPM最大化发动机的性能水平 自动变速箱依靠皮带和离合器变速 这是通过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位置施加液压来实现的 变速箱螺线管负责打开或关闭阀体内的阀 以使变速箱由流到离合器和皮带 从而在发动机加速时平稳地切换变速箱 当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幻荡电磁阀地幻荡电路中检测到故障时 可以触发多种代码 具体取决于特定的车辆 变速器和特定自动变速器中包含的齿轮数 在这种情况下 P0766 OBDII 故障代码与变速箱幻荡电磁阀地电路中检测到的性能问题或卡住情况相关 幻荡电磁阀视力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该代码的严重性通常以中等程度开始 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 它可以迅速发展到更严重的级别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故障代码P0766的症状可能包括 变速箱打滑变速箱过热变速箱卡死燃油经济性降低可能出现类似失火的症状 车辆进入例行模式检查发动机灯亮起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P0766传输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叶位不足变速箱滤清气脏污或污染变速箱过滤器变脏或堵塞 变速箱阀体损坏液压通道受限变速箱内部发生故障 换档电磁阀故障 接头损坏或损坏接线故障 或损坏PCM故障 P0766某些故障排除脚步 在开始对任何故障进行故障排除之前 您应该按年份 型号和变速箱研究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在某些情况下 从正确的方向指示您 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您还应检查车辆记录 以确认上次更换过滤器和液体的时间 如果可能 流体和接线检查 第一步是确保流体液位正确并检查流体的状况是否有污染 然后 应进行彻底的目视检查 以检查相关的部线是否有明显的缺陷 例如刮擦 擦伤 裸线或烧伤斑点 接下来是检查连接器和连接的安全性 腐蚀和引脚是否损坏 此过程必须包括到变速箱电磁阀 变速箱泵和PCM的所有接线和连接器 根据配置 应检查传动连杆的安全性和约束力问题 高级步骤 高级步骤非常针对车辆 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 电压要求将取决于车辆的特定年份和型号 您应遵循车辆的特定故障排除表 连续性检查除非技术数据另有规定 否则应始终在断开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连续性检查 并且接线和连接的正常读数应为零欧亩电阻 电阻或不连续性表示接线错误 表明接线断开或短路 必须修理或更换 此代码有哪些常见的修复方法 更换流体和过滤器维修或更换故障 换档电磁阀维修或更换故障的变速箱 阀体维修或更换故障的变速箱 冲洗通道以冲洗干净的连接器腐蚀维修 或更换接线闪烁或更换PCM 希望本文中的信息已得到解决 有助于指出正确的方向 以解决shift电磁阀故障代码所带来的问题 本文仅供参考 您的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本文仅供参考